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意大利周三的决定可以说是打破了这种观望态度 开始正式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检测 最新消息 也就在今天美国发出重爆公告 美国强制要求从1月5日起所有两岁及以上从中国大陆地区 香港和澳门地区飞访美国的乘客 需要在起飞前两天接受检测 并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出示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证明 这些测试可以是PCR测试 也可以是通过远程医疗服务进行的抗原自测 要求将适用于从中国直接飞往美国的乘客 以及通过首尔 多伦多和温哥华等热门第三国转机的乘客 这项新规将在美东时间1月5日美国凌晨12点01分生效 日本自12月30日临时起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入境时 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过去7天到过大陆的旅客也涵盖在内 检测结果为阳性者必须入住设施隔离7天 无症状者隔离5天 所有阳性患者必须进行病毒基因定序以掌握变异株情形 韩国疾病管理厅21日指出 16日起将中国大陆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名单 这份名单并非限制入境而是在人穿国际机场检疫阶段 对感染风险较高需要集中管理的对象 加强新冠筛检措施 印度政府24日宣布来自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香港 泰国等5地的旅客 落地时必须进行PCR核酸检测才能入境 出现症状或检测结果成阳性者必须隔离 港媒引述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为因应境外输入病例剧增的风险 马来西亚卫生部27日宣布将加强相关因应方案 包括加强对COVID-19相关资讯的数位化管理 强化病例监测等六项方案 但报道并没有指明这些方案是针对中国入境旅客 行政下 除中国公民出境要及时查阅落地国相关限制之外 身在海外想要回中国的小伙伴们 更要及时地掌握有关动态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今天公布了更多 1月8日起以类仪挂下赴华入境的细节 所成航班计划抵达时间 在北京时间2023年1月8日零点以后的复华乘客 适用于以下优化措施 1 具体要求 搭乘复华航班旅客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将检测结果填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无需再向住家使领馆申请绿色健康码 如检测结果呈阳性 应在转营后再复华 2 申报渠道 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 海关旅客指尖服务 网页版 掌上海关APP等填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3 其他建议 当前国际疫情仍未结束 中外人员往来措施优化调整 不意味着放松防疫 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倡导个人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加强个人防护 坚持科学防疫最大程度的降低感染风险 在过去的几年里 芯片短缺问题导致汽车行业供需紧张 使消费者难以找到可负担具有品质的车辆 一些行业专家表示 加拿大汽车行业将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 继续面临挑战 但是对消费者可以期待一些好消息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12月份的最新报告 由于汽车芯片材料短缺 持续困扰着一些汽车制造商 10月份机动车销售额比上个月下降3.2%至34亿元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沃尔佩表示 我们可能正处于汽车芯片体短缺的第二年 这导致汽车制造商生产的汽车数量更少 新车供应短缺 价格只会一直上涨 与此同时 对二手车的需求也空前高涨 根据加拿大汽车买卖黑皮书12月份的一份报告 加拿大二手车的平均价格现在超过3万5千加元 一年内上涨了近50% 但是明年消费者也许可以期待看到一些变化 沃尔佩表示 大多数专家预测二手车价格将在2023年下降10%到20% 他建议计划在明年购买二手车的人可以再等一等 Car Help Canada的高级顾问布里马克表示 预计2023年加拿大轻车市场将维持现状 这意味着消费者从经销商处购买新车 依然需要提前订购 并等待数月才能提车 购买二手车不再帮你省钱 通常情况下 二手车的价格几乎与新车一样高 因为可以立即停车 普里马克说 汽车市场已经完全改变 消费者的期望也必须改变 另一方面 普里马克指出 有迹象表明汽车销售正在放缓 他说 我认为二手车销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新车销售都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 因为利率在上升 汽车贷款利率至少上涨了几个百分点 许多几个月前打算购买 或几个月前订购汽车的买家 可能不再有能力负担 未来几个月可能有大量的订单取消 将导致新销商的销售放缓 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 需求减少和过多的库存 可能迫使汽车制造商降价 以吸引潜在买家 对于计划明年买车和换车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为了保证年轻人安全 BC省政府推出了新规定 有一些工作未满18岁的人是不能做的 经过向公众及持份者进行广泛咨询 加上分析相关受伤数据资料后 BC省将于2023年1月1日起 对于不适合年轻人的工作类型实施新规定 这包括建筑业 林木业 食品加工 石油与天然气 电力及食棉清除等工作 根据就业标准条例修正案 某些行业的工人最低年龄要求为18岁 例如伐木 演练厂 石油 钻探 或者有可能接触到有害物质的工作 至于从事建筑 鱼类及一些动物加工工作的工人 最低年龄要求为16岁 为了确保年轻人依然可以获得重要的学徒和培训机会 年龄限制不适用于BC技术行业局所监管的职业培训项目 此外 有关规定也不适用于2023年4月1日之前 到达限定年龄的限制员工 新规定于2023年1月1日起生效 但依然容许雇主有一段时间调整限制年期雇员的工作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随着2022年接近尾声 许多加拿大人对2022年都说解脱 更多人将其与2021年进行比较 认为今年并不比去年更好 民意调查公司Liger在12月初 向加拿大人询问了他们对过去一年的印象 以及他们对2023年的展望 调查发现31%的受访者认为 今年对他们来说比去年更糟糕 只有21%的人表示情况更好 另有46%的人表示大致相同 3%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或不想回答 Liger执行副总裁Chris Trim指出 2021年是大流行的一年 你基本上无能为力 每个人都会认为2022年会更好 但限制并非如此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取消了广泛的COVID-19限制 数百万人恢复了更正常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安排 但Chris Trim表示 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是导致人们前景暗淡的主要原因 民意调查显示高通胀和经济衰退 依然是加拿大人考虑2023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时最关心的问题 当被问及他们最担心哪件事情时 86%的受访者提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利率和价格的组合 而81%的人表示他们担心经济衰退 结果显示72%的受访者对乌克兰战争扩大表示担忧 68%的受访者担心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天气事件 就加拿大人对2023年的看法而言 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感觉更加乐观 报告称 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情况会比2022年更好 而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情况会更糟糕 另有40%的人表示他们认为新的一年将大致相同 而4%的人没有提供答案或不知道 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周末 一场巨大的风暴袭来 在安大略湖掀起了30英尺的惊人巨浪 这是五大湖地区有史以来最高的波浪之一 伊利湖上的恶劣情况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将尼亚加拉大瀑布上典型的绿松石色瀑布变成了浑浊的暗褐色 加拿大安省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圣诞节前期发推文称 持续的风暴已将瀑布的水变成了巧克力色 并将翻腾的棕色水域归因于风暴中的碎片被冲下尼亚加拉河 这份简短的声明附有一张从喜来登瀑布景观酒店顶部的实时网络摄像头拍到的俯瞰图 显示一股浑浊的棕色水流冲过瀑布流入尼亚加拉河下游 12月28日下午 喜来登瀑布景观酒店的网络摄像头图像显示 瀑布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绿松石色 游客今天依然会看到尼亚加拉悬崖上倾泻而下的阴暗的水流 然而这并不是风暴过后的唯一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 社交媒体上有一系列照片展示了这场巨型风暴 对尼亚加拉瀑布在美国一侧的影响 那里的基础设施包括观景台都被冰封住 宛如冬季先进 本周多伦多的气温将标志正为数 但毫无疑问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的大风暴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